最近教育股都是支援板塊 接年都公佈業績 業績之後很多股價都挺波動的 上天收市之後 還有兩隻教育股出了全年度的業績 分別就是與華教育現在急錯超過1.4% 還有希望教育都跌超過3% 先說一下與華 今天曾經最多都跌成1.9% 這份業績是截至8月底子的全年 收入按年是持平的 有23億8的民幣 毛利率按年跌了11.4% 剩下48.2% 順利只是輕微升0.8% 有11.3億 如果你扣除那些 收購4家學院資產公平值 調整印製地額外折價 攤銷 扣除政府補貼 可換股債這些相關收益 虧損等等 這些經調整順利 按年跌了兩成二 大約到9.7億 不派沒其息 其實它那個收入和盈利 似乎那個情況 比上半年進一步放慢 似乎真的受到成本大升拖累 收入成本升到兩成八 包括員工薪酬 辦公室開支 學校消耗品等等 今天這樣搭發下來 是否真是沒得好說無奧後非呢 是 因為它本身來講 那個業績我們看上去都是比較弱一些 最主要你看它去年是投資了多少 在一些我們叫做設施 那這些設施來講都有一些折舊 而在那個設施方面來講 你都會見得到是會直接影響了那個成本 所以那個毛利率方面來講都是有個明顯的下跌 那它講的毛利率其實真的都跌得很誇張 因為你差不多講有五成多跌到藥膜是十個百分點 落到大概四成六四成七那些位置 那你跌了這麼多的時候來講 就會令到那個盈利受影響 還有如果你看回來說 就是你加了這麼多資源去做的時候 你看看那個營業額其實是沒有什麼增長的 只有23億多 那你成本又多了 但是有收入其實都沒有多了的話 那所以你的利潤就都幾明顯地下跌 那這一份那個成績表來講 就當然就不是很收貨的了 是 那個毛利率都跌得很快的 跌了成十一個百分點有多的 它解釋說是因為集團擴大 在私資隊伍 校園擴建和改造 課程開發 學生活動等等方面的投資 它進一步提高它的那個教學增量 增強過學生學習體驗的 那它加大投資當然要消遣了 那所以在八月底子 那個集團現金及等價物 按年大減了四乘四 那就剩下23億7千萬 那即使比起二月底的那個中期業績 其實都要減少了6%的 這個消遣速度你擔不擔心呢 其實擔心的 因為你看回它裡面那個細數來講 它還有一個借款所得的款項是十億多 就是說它幾條路 一方面來說 在燒它原先自己的那個銀子 另外來說 就要再借多些錢的 另外再借多十幾十億的 所以如果你看它那個現金來講 就差不多是少了十九億多 那你一年裡少了十九億多 其實都算是幾多 那所以變了我覺得這個業務 你很明顯是燒錢燒得多 但是你追解的問題就是 我們見不到一個成效在那裡 因為如果你燒錢燒得多了 你是吸得多學生 那個收益是可以多些 那我們都覺得是幾值下的 那現在你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是燒錢燒得多 我真的提高了 我當作提高了學生那個 學習那個設施的質素等等 那你可能就真的花了多錢 在學生的質素上 但是你就沒有辦法 在學生那個的收益那裡來講 是提升 那如果你這個生意 是這樣的去做法的時候來講 你長遠去做 就即使說你可能未來 都繼續還要多些錢 但是可能其實代表那個競爭都大 因為你不去繼續扔多些錢 去提升那個設施的時候 那些學生又會轉校走人等等 但是你那個賺錢的能力 就未見得到 那你那個 即是繼續沉底 是的 所以那個業務的前景 其實我們就覺得不太好